请问金鱼杜兰特和拉纳德 同时到走廊抽眼 如果按照支持人荣誉和硬实力 谁应该主动给对方点眼 被点一方是否需要主动用手护火 走到走廊抽眼 谁主动给对方点眼 按荣誉 按荣誉划分 主动点眼的应该是拉纳德 没有办法 拉纳德就是到杜兰特末朦 夺得一个冠军 而且当时没看清形势 夺了个冠军之后 感觉自己风头一时五两 到任何一处都能掀起风浪 没有想到洛杉矶当地水深 你做一个外来户 强容南亚地头似的 所以在复杂困境当中 拉纳德缺乏那种人际交往的能力 缺乏在大市场 搞聚光等的情况之下 面对媒体 自己善于说辞 善于表达 通过言语维护团队稳定的能力 在这个以往积累的不良习惯 身边如果说没有一位老大哥 支撑照应的话 稳定更一次的话 他这种行为举止呢 也属于是联赛当中的不正知缝了 你在这个马赤队没学啥好的 蒂姆邓肯生涯晚期陆续轮休 那人家多大了 当时蒂姆邓肯已经是年过三十六岁了 三十有七有八 当时打准赛 那人家当然 常会在期间得收着打了 你进去关门 你没学好啊 到了这个猛龙呢 我行我素 自己有点伤的 打打停停 但是好在凯尔若瑞啊 宅心人后之辈 而且在猛龙队内 人家经历过无数坎坷 对于冠军呢 始终仰望 求而不得 仰看朗尔纳德 这么一个极具分量的单大高手来临 所以当时凯尔若瑞啊 全方位的包容这个朗尔纳德 他的行为举止 凯尔若瑞是稳定了团队了 朗尔纳德在那么一个环中当中呢 得以 就是拥有职业生涯当中 唯一的至今为止 一个具备说服力的团队想象 其余的都一般版 因为在GDP身边 那会儿你这个队内位置 太有限了 对于在这个级别的 求证单位当中 这种档次的冠军 基本是不值一提的 在GDP那个时期 你可以说防守表现 也挺给力 但南大都不要忘了 他这个历史定位是前五十 这个位置的分量的超级居性 像这种冠冠 边缘关节 就一般般属于 在他们这个党处